千万别让岳元鹏和郭麒麟同谈 同框现场相爱相杀 岳元鹏还在演出中称 自己和郭麒麟有矛盾 都是因为上位嘛 闹了点矛盾 是 我说给他爹弄死 郭麒麟说他来 他说他给他爹毒死 这叫什么矛盾呢 对视的观众是会搞事情的 每次让大家提问 都是一些相当奇葩的问题 仿佛是在挑拨离间 曾游哥什么时候登记 那看我师傅什么时候 您别胡拔的 你师傅身体可硬了 登不了击 对 登不了击 郭麒麟根红苗正 那亲的 不过有时候 观众也不按常理出牌 任游游鹏演不下去 天上飘的那个雪花有印吗 雪花呢 可能没有 谁说谁说有 站起来我看看 两个人聊天一般都这么聊 怎么聊啊 又大哥就是天冷啊 天上飘雪花了 是是是 听见过这么凉的吗 大哥就是天冷啊 天上飘雪叶了 飘雪 没有这么说的吧 这是别扭 对不对 还反问到你们都这么喜欢台杠吗 天津这个地方就是新家 你们这么喜欢台杠啊 当三个人同台时 老郭和儿子郭麒麟一起现场 袁玉蓬在一旁都羡慕了 这可真是亲爹 好我调门可低 我记着你走怎么都对儿子 亲爸爸这是 你放心没事啊 好嘞来 一夜梦更而离啊 月了婴儿照花台 真是亲爸爸啊 最有名的是 月云鹏和郭麒麟 德云一哥之争 什么来了 这不该领奖了吗 总决赛我来了 我的天哪 这也太不让脸了 总决赛他来了 谁安排的啊 不服气的月云鹏 直接列举出 自己给德云社做的贡献 我对德云社是有突出贡献的 你看我啊 我为师父您啊 打过仗 付过伤 赚过钱挡过枪 哪怕师兄都走光 我还依然挺您郭德纲 对不对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五千五三